最近啊本来就不平静的吉尼斯又添了一条花边新闻 这个新闻的主人公呢 是日本的明星牧村拓栽的弟弟牧村俊座 这个牧村俊座呀比他哥哥牧村拓栽小了七岁 今天是四十四岁 以前呢是橄榄球的运动员 现在自己呢开公司当设计师 最近啊他被日本媒体曝光 婚内出轨不止一个人 这爆料的人呢还是他的老情人 牧村俊座已经回为前提 和这位情人交往是多年了 甚至还举办了订婚仪式 但是始终呢没有跟原配妻子离婚 还骗情人的母亲说 因为妻子有抑郁症 所以要等到呢孩子成年以后再离婚 并且呢愿意拿出一百万日元的来赔偿情人 而情人呢又始终没有拿到这一百万日元 等来的是牧村俊座的辱骂和威胁 如果你敢曝光我们的事情 你就会被牧村俊座的经纪公司给追杀了 这边的小三呢刚刚被他伤害的是身心疲惫 那边又有小四打来电话了 说自己要和呀 牧村俊座结婚了 让他呢死了这条心 这真的是妥妥的渣男 无疑啊 牧村拓哉 英年早婚 虽然至今呢有粉丝是纷纷不平 但是啊用心经营婚姻与家庭的人设 已经算是立文了 是少有绯闻的绝缘体 没有想到啊 他的弟弟竟然是如此烂情 搞不定女人的时候 就拉出哥哥的经纪公司来搞恐吓 哎 真的可以说呀 是又菜又爱玩